川普告訴以色列總理,結束袈裟戰爭 中國年輕人發影片反共,並棄中共先入未來 中巴經濟走廊,引發巴基斯坦公民集體抗議 前中國海軍艇長,偷渡來台被起訴 美法海軍在印太地區,舉行聯合雙邊行動 大家好,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16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 15日以色列第13頻道報導稱 以色列方面的評估表明 真主黨決心攻擊以色列,不會等待伊朗 川普告訴以色列總理萊塔尼亞湖 加沙局勢需要盡快解決,伊朗不能擁有核武 真主黨副秘書長明確表示 無論以色列談判和停火怎樣 真主黨都會做出回應 15日川普表示,如果你從伊朗購買產品 你就不能在美國做生意 但他們不能擁有核武器 我們都準備好確保他們不會擁有核武器 這一立場依然堅定 我告訴內塔尼亞湖,加沙局勢需要迅速解決 10月7日的事件在我的任期內絕不會發生 我鼓勵他盡快結束這一切,取得勝利 但殺戮必須停止,局勢需要迅速解決 15日美國牽頭召集以哈,在多哈進行停火談判 會後白宮稱開局良好,談判將持續至星期五 哈馬斯則稱加沙必須停火 包括以色列全面撤軍,以色列要求任何停火協議 必須包括釋放所有人質 停火應該確保哈馬斯不會重新武裝 或者利用停火重組 這個包括允許以色列軍隊繼續控制 加沙南部邊境等條件 當日據以色列國防軍稱,自戰爭開始以來 加沙已經有17,000多名恐怖分子被消滅 以色列媒體估計,在今為止這場戰爭 已經被以色列經濟造成弱675億美元損失 而哈馬斯則稱在以色列戰爭期間 加沙有超過4萬人喪生 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很多受害者仍被困在廢墟之下 耶路撒冷郵報指出真主黨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 伊拉克各派別 和胡塞武莊的代表11日聚集在伊朗首都德克蘭 協調對以色列的反應 但各方代表在此會議產生重大分歧 最終升級為言語衝突 其中一些人奮移離職,結果不了了之 消息人士指出,伊朗革命衛隊代表登速與會各方勢力 至少要等到15日加沙人治談判結束後 再開展報復行動 然而伊朗的盟友認為現在是對以色列發動哈馬斯代表要求暗殺內塔米亞湖 以報復哈尼亞之死 否則就不聽伊朗的提議暫緩全面報復 真主黨的代表則對繼續克制的風險表示擔憂 擔心有人會忍不住獨立行動並實施不協調的攻擊 他們堅稱現在就是鎖定以色列城市海法和特拉維夫為目標進行報復的時機 消息人士還透露,德克蘭越來越擔心其盟友 可能在不同伊朗協調的情況下發動襲擊 迫使其應對後果就像哈馬斯10月7日所做的那樣 而且規模可能更危險 15日美國中央司令部在X平台發文寫道 在過去的24小時內 美國中央司令部部隊在也門胡塞武裝控制區 成功摧毀了一個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地面控制站 捐確定該地面控制站對該地區的美軍、聯軍和雙船 構成了明顯且迫在眉睫的威脅 採取這一行動是為了保護航行自由 使國際水域對美國、聯軍和雙船來說更安全可靠 繼湖南留底當地大學生方毅庸 在天橋懸掛四通橋式抗議橫復後 又有年輕人發布公開影片 反對中共獨裁統治 14日自由讚稿人蘇宇彤 在X平台上傳影片 表示一名推動擦場運動的中國年輕人 要求將影片發到海外 公開宣布反對中共封鎖網絡 控制言論 要求言論自由 據悉該名年輕人懂得網絡通訊技術 曾經用電子設備公開廣播 習近平下台等訴求 遭到警方在影片中呼籲 憑立法先生播下的火種 不斷在其他地方燃燒 在此之前 湖南青年方毅庸 在橋上懸掛了四通橋標語 他相信當事人 自己也知道要付出巨大的自由代價 但仍然堅持前行 因此藉助影片 反對中共打壓民眾不滿的意見 要求言論自由 網絡自由 在影片的留言區 很多網友感慨表示 大陸異議人士令人心痛 小火子保護好自己 也有評論說 這個年輕人談吐不足 在電子系統的知識比一般人高非常多 是個人才 可惜了生在這個國家被埋沒了 祝願他平安 希望更多中國人站出來 共同推翻獨裁暴政 令子孫後代生活在公平自由的角度 網民X.Filler說 如果有機會 也應該曝光為虎作窗的醫院 令中共關押異議人士的精神病醫院 也被列入名單 資深媒體人龐忠評論表示 有一位中國青年公開發聲 反抗中共暴政 這個說明在中共的獨裁暴政下 覺醒的中國年輕人越來越多 這個青年敢於公開反抗暴政 繼憑立法先生播下的火種之後 湖南青年方毅庸 又在橋上懸掛了四通橋標語 現在他又接力衝突 這些勇敢的年輕人被捉入監獄 關進精神病院付出了巨大的自由代價 但是他們不畏強權堅持前行 龐忠表示中共是萬惡之源 中共不倒星星之火就會不斷燃燒 白紙革命等正義之舉 終要療緣直至中共解體 同時也要感謝每一個勇敢站出來的青年們 讓大家一起加油 會成紅樓為早日解體中共而盡心盡力 他說中共也只能通過殘暴手段 應對和鎮壓 但體制內人士也看到了中共政權 到了山窮水盡的崩潰階段 黨員們也要主動三退保平安 才能不被中共牽連 讓自己留下一個美好的未來 15日消息 中共政府投資的全新國際機場 即將在巴基斯坦 比魯茲省港口城市 瓜達已落成 據悉 這個設施將在今年進攻 並移交給地方當局 然而當地在目前正在變得空前動盪 最近一段時間 巴基斯坦 比魯茲族公民 接連不斷地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 抗議巴基斯坦政府不公平的建設措施 正在過度開採其自然資源 特別顯著的是 瓜達已作為中共豪資500億美元建造的 中巴經濟走廊樞索紐 民眾抱怨其社會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因此爆發了抗議 比魯茲人權組織BYC的領導人 馬克朗告訴德國之聲 他們正在組織一場反對 比魯茲種族滅絕的運動 馬克朗告訴德國之聲 並指責巴基斯坦當局 對抗議者實施了數千人的強迫失蹤 和法外處決 而中國這樣在比魯茲省投資的國家 都直接參與了種族滅絕 他表示這些投資 令當地的比魯茲人 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反映了當地民眾的不滿 國防分析師奇馬認為 北京在當地投入巨資 需要當地能夠和平和穩定 因此當局迫切需求 政府出面平息抗議 巴基斯坦軍方將當地的反對者 稱為恐怖分子 在今年前七個月 比魯茲當地告了248宗暴力事件 奇馬稱該省的安全局勢不穩定 武裝者對軍事設施的襲擊十分猖獗 政治分析家阿克巴爾表示 中方捲入了比魯茲省 和巴基斯坦之間的衝突 當地的報導記者透露 比魯茲省最近的反叛運動 公開反對北京和伊斯蘭堡 對瓜達爾說的政策 中巴經濟走廊啟動10年後 將瓜達爾轉變為類似深圳、香港 或者迪拜城市的承諾 尚未兌現 比魯茲補充說 這些抗議活動是獨一無二的 並指出參加抗議活動的女性數量空前 以前從來沒有那麼多婦女 走上街頭要求他們的權利 不僅在比魯茲省 而且在整個地區都有這樣的情況 2024年以來 中國已經有超過50家銀行關門 有業界人士表示 市場競爭壓力大 經營風險較高 中小銀行機構合併重組是大趨勢 引發熱議 據中共金融監管中局公佈的批覆訊息統計 今年以來 至少有50家中小銀行解散 除了富爾勒銀行一家承商行之外 其餘均圍農村中小銀行 對於中小銀行紛紛合併重組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講座教授謝田表示 中國這些中小銀行金融機構紛紛關門 今年的半年多 已經有超過50家銀行關閉 這個原因當然主要是中國經濟衰退 中國經濟衰退現在已經進入到一個非常嚴峻的階段 有可能進入大的蕭條 在這種情況下 整個一個實業界、企業界還有消費者的借貸 這些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些銀行入不敷出 導致破產關門主要就是這個原因 借田預計中國經濟可能會持續低迷 他分析 並且現在看來 我們還看不到中國經濟可以很快走出低谷的人同信號 因為中共原來的那些刺激經濟的三架馬車 到現在這個所謂的新質生產力的新三架馬車 都基本上釋火 或者是出師不利 馬上就面臨這個全世界的封鎖 所以如果新質生產力也不能夠導致經濟 也出現巨大的改變的話 這個經濟可能會持續低迷 可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 或者未來一、兩年 可能都不會走出這個低谷 而在這種情況下 可能更多的銀行倒閉 預計也會很快發生 星圖金融研究院副院長薛洪言亦對《金融時報》表示 中國農村中小銀行法人機構眾多 其中部分銀行不具備人才規模優勢 市場競爭壓力大 經營風險較高 中小銀行機構合併重組大趨勢 此外14日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 舉行了2024年中國大陸經濟風險國際挑戰論壇 智里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副教授 張宏遠出席 並擔任御談人 張宏遠說 中共20屆三中全會 強調落實好防範化解房地產 地方政府債務 中小金融機構等重點領域風險的各項舉措 在這三個領域中 中小金融機構面臨的連鎖性倒閉問題非常嚴重 他說在疫情之後 一般性貨幣政策解決金融供需問題的有效性 已經完全喪失 目前中共央行將政策目標設定在支持實體經濟 卻忽略了避免金融危機或貨幣波動的責任 他指出 中小金融機構面臨連鎖倒閉的壓力越來越大 而在中國金融環境之中 銀行倒閉所引發的金融風險擴散速度是最快的 美國第七艦隊15號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美國和法國海軍13號在菲律賓海進行雙邊行動 目的是推進兩國海軍的互通性 維護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 聲明中表示 參與以此行動的軍艦包括 美軍阿里伯克級導彈驅逐艦杜威號 和法國海軍亞基坦級護衛艦布列塔尼號 雙方進行了編隊航行 聯合通訊和模擬海上加油 美軍國防視覺資訊發佈服務 網站13號報導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官卡徹海軍中將表示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定期採取行動 推進我們和印太地區盟友和夥伴的互通性 也加強了我們海上專業部隊的聯合能力 並提高了我們在這個地區阻止衝突的能力 法國布列塔尼號指揮官布特維爾表示 我們的雙邊訓練證實了法國和美國 海軍之間的高水準互通性 美國海軍經常和我們在印太地區的盟友一起行動 表明了我們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共同承諾 好似這類的雙邊行動 為印太地區盟國海軍的訓練 演習和發展戰術的互通性提供了寶貴機會 美國杜威號指揮官馬魯卡表示 和盟友、合作夥伴和朋友進行這種專業接觸 使我們能在現有牢固關係的基礎上再接再來 相互學習 這些航行是非常好的機會 可以通過多個跨領域的真實戰爭情境 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和盟友加強互操作性 共享信息增強聯合作戰能力 美軍的杜威號被部署在印太地區前沿 隸屬美軍第15驅逐艦中隊 這個中隊是美軍最大的驅逐艦中隊 由十首阿里巴克級驅逐艦組成 也是美軍第七艦隊的主要水面部隊 好了 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